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机型目前相关信息已经非常多了 据说已经有人拿到真机了 小米14U几乎是全部推倒重作 布置影像进一步升级 还落地了通信 材料 电池等多方面的最新自研成果 卫星通信还有新功能 Tiger今天就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数据汇总 数据内容会根据真实信息做一个筛选 尽量确保内容准确 话不多说 马上和Tiger一起来盘谈 关键词 四边超微曲 近直角边 圆形呆口 巴黎定装饰文 给大家说几个在设计上的重点内容 首先 小米13Ultra上那个缓坡规备式的凸切被去掉了 有点是侧边来那个阶梯状的坡被取消了 曲点是摄像头呆口的更突出了 其次 小米14Ultra采用的是小米14Pro同款的四曲面微曲面设计 保留了直屏的触感 大家等下小米14Pro就可以了 再来 后摄搭扣区有一圈巴黎式领纹 这张渲染图有点夸张 渲染的颗粒感太重 细节更丰富了 至于窄边框加类直角边设计 大家具体可以参考小米14Pro 基本差不多 依旧没有烦人的猫耳朵 据说 小米14Ultra还不止一种材质 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大家自行领会 而且是高级材质 谁说只有素皮 不要信他 个人认为整机质感相比小米13Ultra是有提升的 感觉更具高级感了 整体来说 台购对于这一代的改变 是持非常正面的态度的 不错 分辨率肯定还是2K的 至于发光机彩问了问 还是属于保密 整体观感相比小米14Pro还是有明显提升的 另外还有一个惊喜 据最新发布的信息显示 近日德国莱因官方已公布型号为 24030PN60G的小米新机 获得了莱因无频闪认证 能够有效减轻屏幕给用户带来的视觉疲劳 而结合此前相关爆料 改机就是即将与大家见面的全新小米14Ultra 改机也将成为最后眼的小米手机 除此之外 改机还将采用全等深微曲屏 四边四角等二弯曲 不仅没有猫耳朵 还做到了几乎零误处 可以说是曲屏形态 直屏体验 泰格觉得小米14Ultra的屏幕素质 相比iPhone15 Pro Max不落下风 近几年中国产品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喜 这次小米14Ultra把影像和科技数点满了 搭载全新莱卡光学全焦段四射方案 并且在莱卡之上还有一想不到的新绝活 影像方面绝对是小米14Ultra的重头戏 其中 其主射升级 为了索尼最新的22纳米的一英寸主射 FYT-900 根据索尼的话说 其高感动态范围提升很明显 但是对于Tiger来说 提升最明显的其实是对焦速度 相比iX989强了一大截 懂得都懂 可谓是解决了一大痛点 而且 这一次同样支持可变光圈 最大光圈干到了F1.6 相当的可变光圈的结构也有提升 大光圈带来的背景虚化效果 是非常出色的 等到屏测的时候 大家可以查看 辐射方面 还是三颗IMX858 总体进步不算很大 但是在焦段覆盖方面 相比前一代有了明显进步 另外就是视频拍摄 这一代有了场所的进步 真正可以和iPhone打一打了 确实不错 还有其他很多的小升级 也很实用 还有一个大势的联名 大家等发布会吧 小米14Ultra将会搭载5300毫安时的电池 相比上一代小米13Ultra直接搭了300毫安时 另外还可以告诉大家 这块电池的电池密度是精细 受益于此 小米14Ultra的整体体积控制还不错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厚重感 快充还是90瓦 中规中矩吧 总体来说 也是类似荣耀Magic 6 Pro的新一代卫星通信新品 比华为Mate60 Pro领先一代 具体大家期待发布会上的搜星速度对比吧 在2024年上半年三件套的基础上 新机将搭载骁龙8 G3旗舰芯片 并有可能是骁龙8 G3的超频版 采用台积电的N4P工艺 并拥有全新的1加5加2价格设计 CPU主频突破了3.3GHz 整体性能将要超过当前使用的标准版骁龙8 G3 此前 小米14Ultra已经现身GQmage刨分网站 机型编号为24030PI 60G 代号饶老 单核成绩为9317分 多核成绩为26523分 这个也还不能说 只能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 听起来真的很爽 摸起来真的很爽 很润 很丝滑 没有超声波指纹 依旧是超薄指纹 之前有消息说 小米14Ultra会配备的有超声波指纹识别 台管 要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个是没有的 不需要期待太多了 当然了 单点超声波指纹识别相比超薄光学指纹识别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只是一个宣传方面的学道 超广于超声波指纹识别才是真 除了这些基本配置外 小米14Ultra还有不少自然的东西 一些小的芯片 小的东西是小米14Ultra独有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波发布会 我米现在也开始走向了自然这条路了 根据已知爆料 小米14Ultra不仅是史上最强大的小米手机 也是小米创新与科技的极大成者 按照博主数码闲聊战的说法 小米14Ultra几乎是推导重做的产品 将落地诸多小米全新自然成果 卫星通讯也有新花样 这也导致小米14Ultra成本大涨 光是爆料 物料成本都涨价超过700元 最终售价势必也将再次提升 据悉 去年小米13Ultra入门版本 是12GB加256GB 售价5999元 而新机起售价将直接突破6000元 小米内部也对14Ultra信心十足 现在已经开始量产 而且同期备货量翻了一倍多 发布时间也将比预期的早很多 卢伟兵之前就在微博上感叹道 产品的新技术点太多了 一晚上的会极其烧闹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14Ultra会带给你惊喜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